但你来关心天气了 根据中央资象局指出 太平洋高压逐渐北宜冬退 次力减弱 那么这周会比上周更潮湿闷热 也更容易会有午后雷震与发生 尤其东半部降雨区域会逐日的扩大 也提醒民众室内活动外出 务必要严防中暑跟热伤害 外出记得期待雨具 留意天气变化了 中央资象局表示 周一至周二 太平洋高压逐渐北宜 风场从东风转为东南风 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震雨 东北部东部山区将有局部短暂 午后雷震雨发生 整体温度较上周舒缓 但却更潮湿闷热 我们可以看到12号13号 因为高压冬退跟北宜的情形 还不是太明显 所以我们在12号13号的时候 大概天气还是蛮晴朗炎热的 然后到14号到18号 整个高压就开始比较冬退出去 然后往北宜 我们可以看到14号到18号之间 在东半部这个地方 可能就刚刚才说的 早上天气可能还好 但是到下午的时候 热队流发展起来的时候 就可能有一些 可能天气还是相当严的晴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紫外线在花莲这个地方 大概都到9跟10以上 然后中午期间没有云的时候 外面相对也是一个比较热的天气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温度 在体感的温度上面 我们都可以感觉到到37、8度的情形 所以基本上 这周在没有下雨的时候 没有云的时候 还是一个高温炎热的情形 所以主要在中午的前后 还是要注意你的防晒跟补充水分 不要去受到热伤害 或是居中暑的一个情形 周三起高压北台东移 整个东半部的降雨几率都会提高 尽管13日起 部分场馆实施为解封 民众出门或进出特定场域 仍要做好防疫措施 佩戴口罩 并留意热伤害雷震雨 发生等天气变化 接着长邦言华联士报导